很多人習慣在風很大的時候來跑步 那風血就會清洗我們的關節 另外在很冷的時候 或是下雨天的時候 很多人也都很喜歡出來跑步 那這時候 這些問題就會清洗你的習慣節 那中醫如何來解決這個避震的問題呢? 3分鐘醫學堂讓你更健康 大家好我是中醫部陳嘉宇醫師 今天我要講的主題是 賽跑冠軍的膝蓋保養術 相信大家都聽過龜兔賽跑的故事 故事的結局是 勤奮的烏龜贏了驕傲的兔子 但事實的成像又真的是這樣子嗎? 接下來就由我來為大家揭開背後不為人情的秘密 話說在比賽結束之後 兔子找到了烏龜 他對烏龜說 烏龜老哥啊 其實我不是偷懶躲在樹下睡著了 而是因為膝蓋痛起來 不得已只好在樹下休息 當我看到你跑過去的時候本來也想追上去 但是膝蓋還是很痛 只好在樹下繼續休息 我看你每天都在樹林裡練習跑步 怎麼沒有像我一樣膝蓋痛呢? 烏龜笑著對兔子說 我帶你去找一個很厲害的醫師 讓他來解答你的疑惑 說著他們便前往了刺蝟醫生的家 到了刺蝟醫生的家之後 兔子說明了他的狀況 世衛也詳細檢查了兔子的膝關節 之後他對兔子說 你這個啊就是避震跟腦損 兔子聽了之後嚇一跳說 這個很嚴重嗎? 在《皇帝內集》裡面有提到 風含詩三氣雜誌 何而為壁也 風氣盛者為行壁 含氣盛者為痛壁 濕氣盛者為著壁 也就是說外界的自然環境變化 可能會影響我們的關節 造成疼痛 這個在中影裡面 就叫做避震 像很多人習慣在風很大的時候來跑步 風血就會清洗我們的關節 另外在很冷的時候 或是下雨天的時候 很多人也都很喜歡出來跑步 那這時候 這些問題就會清洗你的習慣節 那中醫如何來解決這個避震的問題呢? 其實中醫可以透過針灸的方式 所謂的針灸可以分為針法跟釘法 針法就是利用特製的不鏽鋼針 在穴位上進行針刺治療 透過穴位的刺激能夠改善條理經絡 還有改善局部氣血的循環 從而改善很多疼痛跟病症的問題 而釘法則是利用特製的艾隆來燃燒 燃燒之後產生的氣味以及溫度 它可以讓我們局部的氣血循環更加的良好 它跟針法具有相輔相成的功效 另外在我們臨床上會遇到很多 針灸治療之後 膝關節疼痛問題都獲得了很大的改善 那藉由以上的說明呢 我們可以知道 其實中醫在避震這個部分的治療 除了針灸治療之外 其實我們還有藥物治療 透過這些治療 它都可以改善我們膝關節的疼痛 另外在平常的保養部分 我們在運動前的保養 像是伸展、拉筋 在跑步時候使用護膝 或是在跑步之後 我們利用熱敷的方式 一樣也都可以來保養我們的膝關節 最後希望大家都能擁有健康的膝關節 成為自己人生中的賽跑冠軍 那如果大家真的有膝關節的疼痛問題呢 也可以到中醫部來進行諮詢 三分鐘醫學堂讓你更健康 記得按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 我是中醫部陳嘉雲醫師 我們下次見 拜拜